接著要帶你來關心礁溪的交通 次資4000萬元的礁溪轉移站 今天正式啟用 除了規劃有售票 還有貨車大廳 以及10座停靠月台之外 還有汽機車停車格 並且整合國道客運 以及市區公車的接駁路線 有效來疏解礁溪市區的交通 在副縣長武哲成 礁溪鄉長林錫中 以及國道客運業者 共同主持之下 礁溪轉移站正式啟用 先夫也表示 為了加速公共運輸的服務 計畫在線內設置五大轉運中心 其中宜蘭、羅東還有礁溪 已經完成了 未來將建置投城 還有蘇澳轉運站 連結國道客運 以及市區公車接駁系統 將可以大幅提升公共運輸的便利性 國道通車之後 整個跟台北之間的交通 已經有一個大大的轉變 換句話說 在台北 它會透過捷運的一個連貫 從捷運站到宜蘭 會直接 從國道客運 直接到宜蘭來 到宜蘭來之後 我們必須要做轉運站 把它轉運到觀光景點 轉運到加護 跟我們遊客想要去的地方 我們宜蘭總共有五個轉運站 現在已經完成了宜蘭、羅東 今天完成礁溪 後續還有投城跟蘇澳 還要繼續完成 我們也提供完整的服務之後 建立我們的鄉親跟遊客 以後多多利用大眾因素 共同來解決交通問題 礁溪轉運站就位在溫泉公園旁 除了規劃有售票 還有後車大廳 以及實坐停靠月台之外 還有汽機車停車格 並整合國道客運 以及市區公車的接駁路線 將可以有效疏解交西市區的交通 宜蘭新聞記者 賴伏欣展報報導 在市場上